让两个求生小赛鸡在荒野生存14天 就能拿走50万的巨额奖金 你觉得能成功吗 然而他们吃上了海鲜大闸蟹 还吃上了美味的木瓜炖汤 但最后却因大意给自己脚背来了一刀 搞得半夜被人抬进了医院ICU 脚上还硬生生的被人缝了八针 惨 真的太惨了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女人叫阿芬目前离婚还带三个吗 是个忠实的荒野 求生爱好者 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就是打开电视追看荒野节目 每次看到参赛者弱智的退赛 自己会感到很生气 总感觉这些人太娇生惯养 连这一点点苦头都受不了 要是叫他参加的话 别说50万奖金了 就算活到节目组破产都行 牛逼吹得那么大 那节目组就给你这个机会 好家伙 看这妹子到时候打脸有多疼 导演还承诺给他安排一个帅哥队友 最后给到他的生存评分为4.3 而他的队友是个死肥宅名字叫大强 是个公立医院的男护士 日常工作是帮病人插尿管 他这么胖是有原因的 鸡蛋烤肉红烧鱼一天四顿不充样 为了参加这次挑战 还作弊性的狂增了40公斤体重 好家伙 为了奖金这货简直拼命啊 目的是想靠消耗体内脂肪熬到大结局 最后节目组给到他的生存评分为5.3 为了两个菜鸟参赛更有看透 节目组在前还给他们安排了荒野培训 阿芬学习的是荒野搭建庇护所和野外生活 而大强要学习的是野外生活 但阿芬看来这些技能晚用都没有 这次两人的挑战地点是尼加拉瓜荒野 目前正处于炎热的旱季 也是食物和水源都极其稀缺的季节 茂密的丛林里充斥着各种未知危险 大型猎食动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 就连贝野来了都得摇摇头 这两个小菜鸟连新手村都还没出 节目组就安排这种地狱系副本 让他们挑战 好家伙 给不起奖金就明说 没必要把这可爱的小胖都往死里整吧 但阿芬这自信的笑容看来我是瞎操心了 不过小胖左青龙右白虎的应该也是个狠人 来到海滩上 两人很快就成功相遇 看到自己队友是个死肥宅 阿芬内心把节目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个遍 小胖上来就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可阿芬就当他在放屁完全get不到笑点 小胖见状尴尬的脚趾头都抠出30亿听来了 节目组提供的道具并不多但都很实用 一把大砍刀 一个打火器还有一口陈年老铁锅 根据地图指示 两人还要徒步5公里到达内陆 只有到那里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源 可是这一路非常难走 地上满是这种带刺的植物 要是被这些尖刺扎一下 能直接把你腾到头皮发麻 阿芬双脚还没几分钟就被扎成了筛子 这严重的拖慢了行进的速度 而且中午的太阳非常毒辣 光溜溜的两人走在太阳底下 就跟正在背靠的肉串完全没区别 而小胖这小可爱还在一路收集藤蔓 只知道电视上说这玩意很管用 但至于怎么用自己却根本没想过 好家伙 这两个菜妻竟然把庇护所给忘了 很快他们又发现了木瓜树 只是上面的木瓜 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于是小胖就拖着阿芬 让他上去摘一些带走 两人荒野求生就跟玩一样 浪费了大量时间 地上的沙石把妹子扎得呱呱叫 阿芬的脚底已经血肉模糊了 这跟他看电视的荒野完全不一样 要是没有一双人刺脱 估计这短路两人一天都走不完 最后阿芬还是歇菜了 直接就蹲在地上说要抱抱才啃起来 小胖见状也很无奈 自己过来是要领奖金的 而不是来当冤大头的 但看着摄像头对着 索性直接扛起阿芬就走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是来荒野谈恋爱的呢 两人又继续走了一段路程 终于发现了一处比较空旷的区域 可刚刚把妹子从背上放下来 树上的猴子就开始狂躁地大叫起来 据说这是猴子宣誓主权的一种行为 好家伙 两人谈恋爱谈到别人家的客厅来了 如果两人待着一直不走的话 猿猴还会往他们身上撒尿 看来这地方是不能搭建庇护所了 两人无奈继续前进 终于又发现了 合适搭建庇护所的区域 这里更靠近水源 而且视野开阔 明显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风水宝地 一路走下来 小胖已经咳到嗓子冒烟了 他们决定先把火烧起来煮水喝 两人随即开始分工合作 小胖负责收集搭建庇护所的材料 而阿芬则在一旁生活煮水 虽然两人都是缺乏求生经验的小赛鸡 但一番操作下来该完成的任务他们都完成了 小胖还激动地在旁边搔手弄资起来 随后两人又开始着手搭建庇护所 他们采取了最高规格的悬空搭建技术 这样他们就不用睡在冰冷的土地上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阿芬收集了大量树叶 放在吊架床上试图能让今晚睡得舒服一些 可惜躺上去一试 依然还是硬得浑身难受 不过两人的生存已经走上了正轨 要是不输一巴的话 熬到大吉局绝对没问题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小胖一大早早餐都还没事 坐在床上就忙着编织一双草鞋 因为这里的尖刺太吓人了 随便扎一下都能让人头皮发麻 昨天来时收集的藤蔓 现在终于能用上了 而阿芬昨晚一夜都没睡好 现在整个人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他也用树叶给自己搞了一双人自托 走起路来感觉还不错 不过他早就习惯了几千块的AJ到处闯 现在这种落差感让他差点崩溃了 心里一下子就有了退赛回家的念头 说着说着眼泪不经意地就飙了出来 之前把自己说得那么牛逼 现在打脸却被打得啪啪响 此时树上猴子又开始对他们大吼大叫起来 还露出两颗蛋蛋在示威 小胖的草藤鞋已经做好 但咱们穿起来感觉比没穿更个小 他来到河边弄了点泥巴在上面 这样穿起来就感觉舒服多了 回到庇护所时 阿芬却告诉了他要离开的恶耗 小胖忙着极力挽留妹子 阿芬表示自己的双脚快撑不住了 自己只想早点脱离这种痛苦的日子 小胖听后直接把脸都漆黑了 这才开局第二天就要走 你叫这一期导演去哪里找素材 大强一边压抑着将要爆发的心情 一边还要轻声细语地鼓励着妹子 甚至承诺自己一个人包下所有活 但依然没能打动阿芬继续留下来 妹子感觉这里跟自己电视里看的荒野完全不同 不过也是 毕竟让一个富婆来参加荒野 至少每天都能吃到大鱼大肉 最后阿芬还是叫来了节目组退出挑战 好家伙 来是把自己说得那么牛 没想到第二天就说扛不住要退赛了 这打脸打得我隔着屏幕都觉得疼 妹子退赛后 场上还剩下大强一个人 他对接下来的挑战 简直信心爆棚 先是到外面收集一些干柴回来 然后再到附近树林里寻找失误 很快大强就在树上发现了一只小可爱 目测可能是一种附属生物 大强直接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可惜一连几块石头上去 都没能把人家砸中 这把饥饿的小胖气的口吐芬芳起来 既然搞不到失误 那就继续完善庇护所 他决定给庇护所加盖一个围墙 到了晚上既能挡风挡雨还能保暖 时间来到了晚上 小胖一开始睡得还算安逸 可到了下半夜周围就响起了怪叫声 这把大强吓得在庇护所里 屁都不敢放一个 好不容易来到了第三天 树上的猴子早就起床唱歌了 大强脚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感染细菌发炎 于是他索性就跳进河里 给伤口来了一遍清洗 不过这一条却有了意外收获 他在河里感受到有鱼咬他的小鸡鸡 于是上岸马上准备打造鱼龙去抓鱼 他利用之前收集到的藤蔓做材料 随即就开始了手工活 编织鱼龙都是他从电视上学来的 自己之前从来没试过这样的东西 没想到一番操作下来 还真让他搞出了一个笼子 现在还差一些诱饵就大功告成了 他把目标放在了白蚁巢身上 用看到敲打之后 弄了一些到鱼龙里 之后又来到河边用藤蔓固定好 接下来就要看老天爷赏布赏饭吃了 希望不要让这个小胖子饿太久吧 时间来到了第四天 大强天刚刚亮就来到河里检查陷阱 幸运的是陷阱还在 可不幸的是里面鱼毛都没有 这可怜的小胖子真的太难了 连日的饥饿让他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之后他又回到树林里寻找食物 他发现了树上的一些野果子 随手就搞了一个带回去 用刀砍下果子坚硬的外皮 不过将里面的果肉掏出来煮应该还不错 可没想到煮出来的汤色竟然是黑色的 小胖根本下不了嘴 转头就把这黑乎乎的东西倒掉了 本来充满自信的小胖意志 也开始消沉 难 真的太难了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小胖肚子饿的时候 就喜欢到河里泡澡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忘记伤痛 不过风水轮流转 转到自己的时候 就算啥都不用做泡个澡都会有收获 他上岸的时候竟然碰到了一只小螃蟹 这要是多搞几只就能冻个汤来喝了 于是在河里一番摸索后 小胖终于迎来了他的低顿蛋白质 就是来时没带辣椒盐吃起来没什么胃 最后他也是连汤带肉的吃的一点都没剩 但不管怎么说 这对于大翔来说 绝对是心心上的一大提升 现在小胖感觉全身已经满血复活 本来以为日子就这样会慢慢好转起来 但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他睡着睡着突然脚下一阵疼痛起来 没猜错的话就是脚伤伤口开始发作了 这晚他根本无法入睡 好不容易来到第七天 他的双脚已经疼到连走路都成了问题 并且还伴随着头晕脑热的症状 但一想到50万奖金他忍忍又坚持了下来 大翔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洞穴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大螃蟹留下来的 不过用棍子捅了几下后 里面啥也没找到 因为地下的螃蟹洞会四通八达 就算小胖钻下去估计都会迷路 现在他除了拿着砍刀收集书之外 什么都干不了 看尽肚条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 果不其然就在他无聊砍树装食 一不小心给自己来了一刀 这下可完蛋了 医生收到信息后一路狂奔 生怕来晚一步这胖子就要歇菜了 大翔脚背上被砍出了很大一个口子 看到我隔着屏幕都觉得蛋疼 直到深夜医生才给他做完了缝针手术 出了这个意外 再继续坚持下去已经不可能了 随后节目组又将大翔运送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好在抢救急时 大翔才不至于失血过多而晕血 他的这波操作也给自己脚上缝了八针 好家伙 奖金没拿到还差点送了命 这死肥宅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